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 大家所说好 中文豪玩笑好 我是那个刚刚从国际上绕了一圈又回到中国的国际解说 狗有头痴 那今天这一场是非常重磅值的比赛了 在我心目当中 这场比赛已经超越了决赛的存在了 所以我要第一场做这一场 那一年不见 左边这位选手就是英泰了 英泰在前一年签约了Gameways以后呢 去搞手游去了 然后现在终于从公司解约 来到了猫猫切的信奴贝战队 也是成为了一名推广人员 推广人员干什么的 无非就是做解说啊 或者是做一些搞笑的视频啊 让更多人来关注一些吧 这么一想是不是跟我差不多 对不对 那英泰现在其实总体的这个职业上面是跟我差不多 但是它的水平要比我高很多 不管怎么说 别人都已经进128强了 对不对 那这一场的话呢 它的一个回归战 非常的重磅 直接对上嘎师傅 嘎师傅 那嘎师傅的话是2018年的总冠军啊 这个分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那英泰这位选手 我们经常说他挖空脑袋 把别人的智力一起拉下来 然后双方进行一波五五开的对决 所以不管对手用什么角色 有利或者不利啊 或者是对面是冠军还不是冠军啊 在英泰的面前都是五五开 对不对 反正就是一个生龙上去就完事了 它的野兽的直觉又特别的准 哪怕你是嘎师傅 也有可能会吃下这一发 很多人会去防范英泰的生龙 但是还真就防不住 因为他出生龙的十几点很奇怪啊 有时候你对上高手他出的很直白 对上低手又出的很妖怪 就是这么一个玩家 好了 那现在正式回到这个对决 我们的嘎师傅现在血量上面 尽量还一无那么点落后 对上啃这个有点弱的角色 那像拉西德这样一个超强势的角色 实际上是有优势的 被中拳点中以后 下中条马上确认一个大旋风 那这一波是血转 英泰这边又是一个中拳点中 打到countervs一波来到版边 最后一个血量会怎么来拆 那哈 最后选择的是一个下转 这个很不英泰 他竟然是直接捅了一下轻角 我以为他会直接用生龙压起身 然后跟这个嘎师傅决一死战 但是他并没有 好了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灯 没想到嘎师傅上来第一灯是输给了英泰 那一波是来到版片 嘎师傅这边是要打进攻 一个打拆 漂亮 然后手上还有三个能量 接下来的话 进攻会非常的烦人 EX旋风直接过来 英泰在这里显得非常冷静 什么都不按不动 他也知道嘎师傅一定会防大的生龙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冲动 冷静 这也太冷静了 这非常不英泰 英泰成长了 只能说他现在越来越老练了 这边刚刚想用VS去把自己的VT丢出来 但是很显然 这个是有一些鲁莽的举动 嘎师傅早就有准备 知道他会在这个点上这么粗 把距离留出来 以后一发重拳直接打了一个插盒带走 那现在是来到第三灯 上来一发EX旋风 又是一击打拆 英泰在这边拆头的频率非常的高 但是又无奈 该拆的时候都没拆 不该拆的时候全被打了 今天看起来气色不太好 主要是运气不太对 下中角直接往前跑起来 跳逆向 又被生龙怼落 中拳摸中了 大旋风过去了 英泰这边会怎么做 一个中断命中 直接用一个青生龙带C 那这边选择用青生龙带C的话 竟然修正非常的小 可以打出一波非常高的伤害 你看这个伤害的话将近要大半管的血量 那英泰在这边的一个选择是非常nice的 下中角防住 这里还不到 中拳用顶重值 接跟上一个中拳 前凸以后 一波带走了嘎师傅 那今天的英泰打起来就感觉非常的冷静 他也知道自己面对世界冠军 不能像之前那样直接猛出去 因为一旦在拉希德的面前倒下的话 可能还真就没有那个机会让他多凹两下来 他可能会对上一些伤害不怎么高 或者是倒地压制不怎么强的角色 在这边多凹两发生龙 这样可能还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 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 我们还是希望英泰能够把这个 嘎师傅的智力往下拖一拖 拖出一个未来 那不要急 我觉得这个比赛一定到了关键的时候 这个智力的东西就会发挥出来了 英泰现在只是在掩盖一些什么 他这里主要就是表现的比较冷静 但实际上野兽马上就要藏不住的 会要从体内奔出来 对吧 好了 那现在两边是喊了一个暂停 嘎师傅在这边一筹莫展 这表情是非常的痛苦 我怎么会输给英泰 这位老熊已经大概有两年没有打结罢了 我怎么会死在他的手上 不太理解 下中鸟轻旋风 重拳抓到一个碎框 一套TC 一波又进去了 那这一波压制 这一下嘎师傅也是知道如何来对策 英泰的这一下逆向的生龙 这一下旋风刮中了以后 轻角一发生了又一个到板边 下中鸟跑起来以后连速的进攻 嘎师傅有点防不住 对手跑的有点勤快 那英泰在这边跑的边 来了 那英泰藏在体内的野兽终于奔出来了 一奔奔出来以后局面就失控了 自己一下子被关到了板边 中拳然后轻角直接点掉了嘎师傅 那嘎师傅在这边又是因为一开局掉血过多 嗜血过多以后被带走了 现在来到第二灯 嘎师傅现在要怎么做 他现在已经到了自己的赛点了 一亮了一灯 还不是一灯未亮 难道要做一灯大师 中拳然后抓一个雀反 反上了一个大旋风 到板边 普通投第一发 圣龙要来了 果然手上三个能量嘛 这个时候我一看英泰有三个能量 他不凹就不是英泰了嘛 那这个下中咬一个旋风倒地了 再上去投 我觉得英泰接下来关键点上面 他肯定会出很多的时候 下中咬先跑 又要跑 那接下来还会跑 不跑了 直接一个中 直接空中一个旋风 对吧 这个力回非常的简单直白 我不是跑 我不是跑就是空中的旋风脚 反正就是我会绞尽一切脑汁用空中的这种 用各种突进的方式来打你 现在嘎师傅这边有VT 一波直接是打了一个拆头 英泰这里被带走了 又是一个带的满资源离世的英泰 现在又是开局满资源 英泰这边怎么进攻 你基本上也可以猜得到了 就要跑起来 发波两下 跳弱 这里又被一个旋风怼下来 直接觉得 有能量嘛 有能量先凹一个再说 但是嘎师傅这边是防得很死 因为他看到这个三个能量 之前刚才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说防一防不会有错 中拳然后TC 打动两段以后呢 是没能做到确认 反投一个回板边 显然手上有三个能量 嘎师傅这里有点慌的 英泰这边频繁利用自己的中拳 想去做一下确认 再是一个投 现在嘎师傅这边是跟 真的什么都不敢按 因为按了就要吃CA了 吃了CA就要被直接带走了 下中拳旋风一波到板边 英泰在这里 中拳一个旋风 再到脸上下中拳捅中了 刚才轻拳打到counter以后 一发下中拳的确认这边会死啊 嘎师傅被打了一个2比0 英泰显得非常的激动 虽然没能成功拗死嘎师傅 但是竟然在力回上面打赢了嘎师傅 这个就很牛逼 嘎师傅现在也是非常的头疼 这个一直喜欢生龙的人 怎么今天不生呢 我有骗了他好多次的生龙 结果他只出了两次的生龙 英泰最后给了大家比了一个 I love you 对吧 今天这个比赛上面 其实我觉得英泰他是打得非常的保守的 他是比较保守的 除了在力回进攻方面 还是一如既往的选择 用跑跳然后旋风这样子的方式 直接强突对手 那在这个防守方面的话 比起以前显得更加冷静了 因为他以前来做防守的话 普通生龙拉开一些距离 就会直接往外去丢的 尤其是在打一些天梯对战 这种心理压力不是很大的时候 他的生龙基本上是 想到就对 我想到就对 能量不会超过两格的 今天的话倒是留了非常多的能量 给自己一波CA的机会 可能是听了毛毛切的一些教导 稍微冷静那么一些了 好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非常感谢观众